冥想和美麗的音樂 音樂成本 曲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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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成本 曲折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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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成本 因為我們雖然在玩音樂 但是我們都會加上一些 visual的效果 例如有些燈光 再加上會推薦我們的影子到後面 視覺上有很多東西看 除了看我們聽他們的演奏之外 都是一個角色 這次在樂器上的組合是有些特別的 譬如我們這次有琵琶、Bowlin、Cello 和我是個男人不孫 琵琶是發出點狀音色的樂器 而Cello和Bowlin雖然他們都是一個演奏器 但他們和皮巴很不同 因為他們的音色是很善性的 而Percussion就是 因為Percussion的Family有很多不同的樂器 亦都可以發出點狀 亦可以發出善狀的聲音 我自己的方式就是在這幾樣樂器裏面 會出其中 藝術和大自然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想太切割 我們不是說在一間房間 自己擺盤自己練 或者自己作曲 很多時候都是大自然給予我們一些靈感 或者可以透過描寫一些大自然的聲音 或者一些景象 去令到藝術可以有一些新的呈現 一些新的東西給觀眾看到 而且都很希望 因為我們其實這個三瘦樂曲 都可以是關於一些Pulse上的東西 即是一些舞蹈 又或者是一些生命的跳動等等的東西 所以其實都可以給予一個空間 給觀眾去思考 究竟屬於他們自己的舞蹈是怎樣 不是說有一個正式的舞蹈在這裡跳舞 而是有一個空間給觀眾自己拿 拍這首歌又可以怎樣跳 有一個影響的樂趣 如果你不可以彈一下 你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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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公開